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嘉强 首先 我们来关注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在美国举行的首次高官会议 双方同意在相互尊重 管控分歧 互利合作的基础上 加强禁毒领域的对话和沟通 共同应对全球毒品问题 会议期间 双方就多个领域的最新进展 进行了深入交流 并明确了未来的合作方向 中方代表团还与美国多个部门 进行了双边交流 探讨重点案件的处理方法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朝鲜半岛 北韩平安北道新一州 及一州等地上月底遭遇严重洪灾 南韩红十字会表示 愿意提供援助 南韩红十字会秘书长朴忠树 向北韩居民表达了诚挚的慰问 并表示 红十字会已做好与北韩红十字会 讨论援助细节的准备 据估计 这次洪灾可能导致1500人死亡或失踪 南韩红十字会的援助 将为灾民提供急需的物资 最后 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 拜登重申了华盛顿 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 并强调 美国将继续抵御来自伊朗的威胁 拜登表示 美国将致力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并支持以色列的防御能力 此次通话 还讨论了美国新的防御性军事部署 以应对来自伊朗及其支持的武装组织的威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首次高官会议 在美国举行 双方代表团就毒品问题展开深入对话 会议在相互尊重 管控分歧 互利合作的基础上 探讨了未来在物质列管 案件合作 技术交流等多个领域的具体合作方向 中方代表团 还与美国多个禁毒 相关部门进行了双边交流 讨论了重点案件的细节 展示了中美双方共同应对全球毒品问题的决心 东方日报报道 北韩平安北道新益州及益州地区 最近发生严重洪灾 南韩红十字会表示 愿意提供援助 南韩红十字会秘书长朴忠树 向北韩灾民表达慰问 并表示 出于人道主义和同胞情谊 愿意提供所需物资 南韩朝鲜日报 引述官员的话称 估计北韩洪灾导致的死亡及失踪人数 可能高达1500人 包括救援人员在内 灾情十分严重 香港电台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讨论地区局势 拜登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 强调将抵御来自伊朗的威胁 副总统贺锦丽也参与了电话会议 双方讨论了 美国对以色列防御能力的支持 以及新的防御性军事部署 拜登表示 美国将继续致力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确保以色列在面对伊朗 及其支持的武装组织威胁时的安全 新岛日报报道 7月30日晚 巴黎奥运会足球项目直播中 内地数码直播平台 咪姑评述员张浩泽 在中场休息时间和女友通话时 忘记西咪 引发了网上热议 当时他在评述阿根廷队对战乌克兰队的比赛 中场休息时 他连线女友庆祝恋爱6个月 喊小宝 并回忆女友议考时的情景 这段肉麻情话被直播后 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 阅读量超过7000万 网友纷纷评论 天呐 看个运动会 还要被撒狗粮 事后 张浩泽本人 在相关视频评论区回复我受不了了 并配上裂开流泪的表情包 他的好友黎阳 也晒出二人聊天记录 调侃早知道能上热搜 就不提醒他了 东方日报报道 去年11月 在日本西部海域坠毁的一架 鱼音运输机 造成8人死亡 美国空军周四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 事故原因是 运输机的金属齿轮破裂 但机师没有听从警告降落 决定继续飞行 最终导致坠机 报告显示 齿轮箱内的金属齿轮破裂 碎片加在其他齿轮之间 导致动力无法传给悬疑 根据指引 机师若发现齿轮箱内部异常警告灯亮起 必须迅速降落 但记录显示 机师没有讨论状况 也没有降落在最近的硫磺岛 而是试图飞到较远的乌九岛 在过去两年里 鱼鹰运输机已经发生了四次致命事故 美军一度下令鱼鹰机队停飞 香港电台报道 冰岛当选总统托马斯多蒂尔 在首都雷克亚韦克宣誓就职 成为冰岛历来第二位女性总统 在就职演讲中 他强调了 对话 合作和包容的重要性 特别是要重视年轻一代的参与 托马斯多蒂尔表示 冰岛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不断进步 激励创新并保持高标准 面对全球日益增加的冲突和信任危机 他呼吁对简单化和极端解决方案保持警惕 并指出 冰岛有智慧和雄心 在艰难的世界中选择更加温和的道路 托马斯多蒂尔 在6月1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胜出 接替自2016年任职的约翰内松 东方日报 俄罗斯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达成协议 并于周四在土耳其完成冷战后 最大规模的囚犯交换 涉及24名囚犯和两名未成年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到机场迎接归来的俄罗斯囚犯 并表示对他们的忠诚 深表感谢 西方释放的8名俄罗斯囚犯中 包括在德国柏林杀害前车臣指挥官的 俄罗斯情报特工克拉西克夫 普京在机场欢迎每个人回到祖国 并特别向那些与军方有直接关系的人表达了感谢 表示俄罗斯没有一刻忘记他们 并计划向他们授予国家奖励 此外 普京还表示会与8名是囚再见面 讨论他们的未来安排 东方日报 以8冲突持续升级 以色列军队周四空袭加萨地带北部加萨城的一所学校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以军战机向位于加萨城 数家爱业社区的达拉勒 穆格拉比学校发射了三枚导弹 死者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根据情报 这所学校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用作指挥官及其他人员的藏身之处 并在实施打击前采取了措施 以减少对平民的伤害 巴勒斯坦加萨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内 以军在加萨地带的军事行动 已造成35人死亡 55人受伤 自去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在加萨地带的军事行动 已导致超过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与9.1万人受伤 香港电台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利用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 发射了卫星互联网高轨卫星02星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这次发射任务于昨晚90许进行 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29次飞行 标志着中国在卫星互联网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 不仅展示了中国航天技术的不断进步 也为全球卫星互联网网络的建设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成就 无疑将为未来的通信 导航和摇杆等多领域的应用 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香港电台报道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到机场 迎接从西方获释的俄罗斯人 并对他们的忠诚表示感谢 这次冷战后 规模最大的囚犯交换在土耳其完成 共涉及24名囚犯和2名未成年人 西方国家释放了8名俄罗斯囚犯 其中包括在柏林杀害前车臣指挥官的 俄罗斯情报特工克拉西科夫 已换取俄方释放16名囚犯 这些囚犯中由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惠兰 俄罗斯反对派人士 以及被白俄罗斯判处死刑的德国人 当这8名俄罗斯囚犯和2名未成年人 抵达莫斯科时 普京清零机场迎接 并特别感谢那些曾经服役的人 对国家的忠诚 美国总统拜登称 这次换球行动是外交上的壮举 并赞扬盟国做出了大胆和勇敢的决定 德国则表示 释放克拉西科夫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强调政府有责任保护国民 在这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外交行动中 各国领导人的言行 无不彰显出对国家利益 和国民安全的高度重视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